比较杂碎了吧 毕竟我们需要的是杂碎 是杂碎了就过来 大家好 我是胡福奇社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银河暴徒 它是阿帕奇这一家厂商呢 致敬了 使用了明修之阵 Law Brass in the Sky The Last Class的小兵 狂派小兵的模具 下去做原大 然后有做一些涂装的改变 多付了一把枪的版本 这一次的话 体型的大小 完全的跟先前的模具 大小是一样的 两把枪的是这一次的KO版 这个是当初的一个原版 当时的原版 可以说非常的不容易买到 因为这个玩具做的比较出色 变形的话非常的有意思 供货量的话 就也不是很多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在腹部的位置 就是有一个名文 那这个的话顺便提一下 这个2012年的时候 Hezbo推出的 然后那个时候的玩具 都还是大陆制 质量的话 比现在越南制会好上很多 然后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 这里有一个C开头 然后10638 这个C好像是中山有力 还是什么地方的代称 反正可以从这些名文去推算出这个玩具当时的代工厂是什么位置的 然后这一次的阿拉奇版本的话是多了一把枪 左右两边的话终于有一个对称的火力配置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多了一个紫色的涂装 在原本的模具上面是没有的 在细节上有一些简化 那翻到这个底部来看的话呢 也可以察觉到有一些些的不太一样吧 那么当然最明显是这个名文的部分 然后轮胎的胎印啊 也是有些许些许的不同 当然这些都是可以忽略不去计算的了啊 那从正面来看的话呢 当然就是派系的标志了 这个正版的话是有狂派的标志的 那么这一款KO版当然就不甘有了 滚动性的话是没什么问题啊 推车啊什么都是OK的 但认真说起来啊 推车的话呢 可能正版还是会再更好一点 那这个模具的话呢 车型啊 本身很像蝙蝠车 特别是如果你加上这两个武器的话呢 就会更像 那武器我们先拿到一旁 它的话呢 这个车型是有点凯迪拉克的一个 一个风格在上头 然后RID版啊 就是所谓的这个版本 比之前的一个F1版的体型略小 但是变形的话呢 会更加的有趣 更加的帅气一点 那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建议是两侧 这两个手臂啊 从这个地方啊 锁扣把它给解开 先往上翻上去 再来就进行一个 这个腿部的这个翻折出来 那么呢 以这一款的话呢 它和正版相比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的一个卡扣呢 要求比较多啊 正版的话呢 直接扯开就可以 但是这一款的话呢 它要前后错位 错开来会相对比较安全的 你硬拔开的话呢 因为它这个地方呢 还有特别做一个倒勾啊 那由于是透明部件啊 我是建议大家是不要 直接硬扯开 还是用前后错位的方法呢 来完成一个变形 然后这些部件呢 你看得到 全部把它折叠下来 然后这里露出一个洞 上面有个凸 直接下来 把它给扣上 就可以了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折这一个 折这里 再整个的给翻进来啊 这个变形的话呢 在当时是得到了许多变形钢 玩家同好一致的好评啊 因为非常的赞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往上一拉啊 这个头会有一个联动 自己放下来 当然你按下去 它也会自动有一个联动啊 变成人的时候 就拉出来 然后推到后方去 成为它这个背包了啊 然后手部的话呢 是一个不能旋转的一个手掌 拉开之后 顺势的将这个部件呢 给拉出来就可以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 这里 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 把它松开之后 这样这个胳膊的话呢 稍微做个简单的旋转 球形关节 就把它给转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肩膀的高度的话 是看个人的喜好 你是要让它下垂呢 还是让它高耸 这个完全是看你个人的偏好 高耸的话呢 感觉是比较有霸气啊 但是你如果觉得这是一个身为一个小兵的话呢 你觉得它不需要那么高耸的肩膀 你要把它弄下垂一点 这样看起来可能会比较比较 比较砸碎了吧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需要的是砸碎啊 是砸碎的就过来啊 结果一票砸碎冲过来 对不对 那么呢 武器的话呢 就安置在手上 如果你不想放在手上的话呢 身上可以安插的地方呢 恐怕也只有肩膀这里啊 那安置在肩膀的话呢 就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就是有一个肩炮的造型 从这个地方看 其实并不好看啊 所以我们还是让它双手持枪就可以了 简单的做一个人形方面的展示 可动的话呢 腰身跟手掌不能转 那其他的地方呢 你大概能想到的它都能够动啊 然后作为一个KO版本 胸口是不可能给你拍戏的标志的 我们对比一下 我左手边啊 这个正版 那不知道是不是 年久 没有去把玩还是怎么样 上面有一些粉粉 白白灰灰的感觉啊 那有一些就是 我也不知道是灰尘还怎么样 擦过之后 它还是有一层 这个灰尘在上面啊 好 那这是正版 然后这是KO 细节上面的话呢 还是能看出一些了 还是能看出一些不同 像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紫色 纯紫色的涂装 那么这一款的话 就稍微带一点 这个金属的一个感觉 能够看出一些不同啊 但原则上模具的话呢 还是没有放大 然后结构变形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玩具有什么用途呢 对不对 它跟原版的模具没有什么改善 可能最大的功能就是 可以让你扩充很多很多很多的小兵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 这一款阿花级推出的银河暴图 整体做工素质 变形把玩 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啊 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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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